《叙卦传》 接着是《叙卦传》 就是想到十亿最后两个部分 叙卦最后还有杂卦 那么叙卦传有什么特色呢 它是讲每个卦的顺序 因为你六十四卦 那他为什么这个在前那个在后呢 就是讲了很多理由 都是先有答案再找理由 这就是我们《学义经》 最简单的这个直接的方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虽然以前陆续念过他的片段 但是还是把它再看一遍 我们请念他的第一大段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迎天地之间者为万物 故受之以尊 尊者迎也 尊者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 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 物之自也 物之不可不养 故受之以虚 虚者隐时之道也 隐时必有诵 故受之以诵 诵必有重启 故受之以诗 诗者众也 众必有所体 故受之以毙 必得必也 必必有所虚也 故受之以小虚 物虚然后有礼 故受之以吕 这看起来是很有道理啊 他讲的每一个时候 因为是这样 所以就后面要接什么 那么再看这个 他说钱挂为天 坤挂为地 有天地 然后万物才会产生 这是很明显 他没有讲钱坤啊 我们自己加上去 因为你看也知道 钱挂是天 坤挂是地啊 接着充满天地之间的 就是万物 所以接着出现的是尊挂 尊挂怎么说呢 水雷尊 同学们开始复习一下 水雷尊第三个卦 尊就是隐满的意思 也是万物开始出生的意思 这个字啊 尊这个字啊 后面也可以当囤姬来用 我们对于古代字的念法呢 不要太执着于说 一个字一个音 那不太可能的 那字比较少 用在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音就是不一样 作为卦来说要念尊 作为囤姬你当然可以念囤了 但它原来讲尊的是什么 是这个银也 是物之始生也 你一定坚持囤的话呢 那个物之始生的意思 就不太清楚了 物之始生就是说 好像草冒出头来 底下是一个草根 上面一个平的一横 是平地 上面冒出来了 就是物之始生嘛 那么接着物生必蒙 万物出生时一定是蒙昧的 像这个就是把万物的蒙昧 跟人的星光连在一起 像这个就是易经的特殊的手法 观察外在的万物的现象 了解到人的特别的处境 你说一只小草 一棵小树 刚刚长出来 当然是有这个阶段需要养 但是人的这种养特别不同 还记得吗 蒙以养正圣公也 有些易经的词啊 你念熟了之后就变成像成语一样 我是建议有机会呢 就是了解意思之后呢 要背几句啊 它原来的这个原文 背东西啊 不是说小孩子才有背啊 我们大人有时候也是 因为你不背的话呢 你就不容易想到它 就是前后文具就连不在一起 你常背的话 像蒙以养正圣公也就把它背下来的 背下来的时候提到蒙 你就立刻想到这句话 然后你就可以说 你学习才有具体的效果 跟它应用的机会 那么蒙是指蒙妹 万物的幼稚状态 万物在幼稚时不可以不养育 所以就要接着有虚挂 蒙是怎么话 山水蒙 那么虚呢 水天虚很好 那么这个虚是饮食之道 代表你还需要等待喔 水在天上还没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饮食了 那有饮食就一定会有真颂 这没办法的事情 大家就要看谁拿多 谁拿少的问题 颂挂怎么说 是天水颂 他是比较容易了解副挂 整个倒过来 真颂一定会有众人起来参与 所以接着是师挂 师挂呢 地水师他是开始了 只有一个 一个是这个羊瑶九二 其他全部阴瑶 所以我们说一经熟的话 可以做各种测验 比如说你把所有的挂有六个 只有一个是羊瑶的挂列出来 你开始就要想呢 羊瑶是一个是吧 你从底下开始看 第一个是什么 副挂嘛 对不对 六瑶里面只有一个羊瑶是在初九 那就叫做副挂 只有一个羊瑶在九二叫什么 师挂 地水师 只有一个羊瑶在九三叫什么 第三千 在九四呢 雷地玉 在九五呢 水地壁 在上九呢 叫做什么 山地波 就是自己练习啊 就是羊瑶怎么跑 你就跟着跑 那你倒过来 阴瑶也可以啊 阴瑶第一个叫什么 天风垢 底下一个阴瑶叫垢挂嘛 那阴瑶跑到第二个叫什么 天火同仁 对不对 你要练习啊 脑袋里面就要有一个像 在那边转 阴瑶在第三个六三呢 天则旅 在六四呢 封天小序 三天才是大序 那么阴瑶在六五呢 只有一个阴瑶六五呢 叫做火天大有 好了 最后一个在上六 则天怪 这样就可以练习 那么所以这边讲到顺卦 然后虚卦 虚卦 顺卦 师卦 叫做地水师 师这两个意思 一个是师代表群众 大家聚在一起 一个师代表什么 战争 那么有人多的话呢 一定会有所亲近 所以接着是壁卦 壁卦是什么 水 地 壁 所以他一个阳瑶在上或在下 差别很大 后面杂瓜就会提到 必乐师忧 必就是快乐 师就是忧愁 因为跟大家亲近 当然快乐嘛 那师卦要打仗了 就忧愁了 所以同样一个阳瑶 位置不一样 就差别很大 再看 壁合在一起 一定会有所积蓄 就是所谓的 有土师有仁 有人人师有财 就会有积蓄了 所以接着是小序卦 刚刚说过 封天小序 物资积蓄之后呢 就要推行礼仪 所以接着是旅卦 这个所谓的积蓄以后 就是我们常说的 衣食足 然后之融入 你说吃不饱 穿不饭 你跟他讲礼仪啊 他问他为什么 为什么要讲 我先吃饱再说嘛 你经济条件不够的话呢 你谈礼仪谈不上 并且呢 礼仪本身是要花费的 这是古代的观念啊 说一般老百姓 跟他讲礼仪啊 他做不到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费用 来准备 所以这边就到旅卦了啊 好我们接着看 这个十一卦到二十卦啊 旅而太难或安 故收至于太 太者通也 物不可以中空 故收至于匹 物不可以中匹 故收至于同人 与人同者 物必归焉 故收至于大有 有大者 物可以赢 故收至于谦 有大而能谦 必欲 故收至于欲 欲必有谁 故收至于谁 因喜人者 必有事 故收至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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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十个卦呢 他是 有的时候就重复了 因为他如何 所以就如何 但他不会回到 原来那一点 所以就变成是好像 从这里发展到下一步 下一步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他不会再重复的 遵守礼仪 就会通达 然后得到安定 这话是对的 你只要守礼的话 礼仪 有礼貌 就可以通达 接着就有太卦 太就是通达的意思 那么事物不可能永远通达 所以接着就有谷卦 我们现在常说 谷及以太来 在易经法是倒过来 是太及谷来 我们说波及以则负 这是对的 波卦后面是负卦 所以有时候用的成语 跟原来的那个使用的情况 不完全一样 这也是一种乐趣 你学古代的东西 会发现跟今天所用的东西 不完全一样 你就知道原来是什么意思 所以太卦没问题 地天太 匹的话天地匹 然后再说 事物不可能永远主治 是啊 所以接着就有同仁卦 同仁就是天火同仁 与人同心相处 外物必来归附 所以接着是大有卦 像这个就跟前面所谓的 你已经是有很多人毕 毕之后呢小序 看到没有 这边呢大家又是同心 结果外物来归附 变成大有 就等于越来越 转向一个正面发展 我们也都知道人在世界上 跟别人相处 是最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人跟人之间相处呢 认知上会有偏差 比如说小学很好的同学 中学很好 念大学 念不一样科系 观念不同 以后见面真的是没话说 人常会怀念 哎呀想到当年 大家在一起念小学多开心 因为有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很欢乐 那段时间正好是天下是太平了 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社会也蛮安定的 父母生活都过得去 我们正在成长阶段 也都不会有什么变坏的问题啊 因为像样地方很单纯嘛 最后有一段时间好像是 我们的在这个梦幻里面啊 就是你后来再回想就觉得 哎呀那时候能不能回到过去呢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啊 是同学很好的 那他们是当地人嘛 我们是外省人第二代 所以在台湾啊 就常常被排斥 别人看到你讲话 就说你是外省人 那台湾人就是指 讲本省台湾话的 还有客家人 两种都城台湾人 只是客家人人口少 客家人就是讲广东那个 那个客家话啊 那么这个同学是属于客家人 所以常常去他家玩 那么都处得很好 那时候觉得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兄弟姐妹 所以你去他家玩了 他父母对你也像他 对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觉得很亲切 几年之后再见面的时候 因为后来有人去继续念书啊 有人就直接做事啊 就不容易了 我后来跟他见面的时候 大概隔了二十年没见 我都已经大约毕业教书了 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我跟你二十年没见啊 就觉得你变了很多 他说我变了很多 他说他觉得自己都没有变 他说的没有变是遗憾的意思啊 好像他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 我们是每天都在变 头发越来越少了啊 这些 他都跟以前差不多 他的小孩也念高中了 就会觉得说这个 好像自己也是做父母到一个阶段了 小孩也念高中了 马上就上大学了 但是看看自己总觉得 没有什么成长的经验 所以人有时候你没有特别去学习 用心的话呢 你一路走来就按照父母的模式 你来生活 就是父母以前怎么教我 我也这样去教 但是忽然发现 时代不一样了 社会不一样了 以前那套教法 现在不适用了 以前父母这样带我们 我们不会变坏啊 对不对 生活单纯了 社会这个很简单嘛 大家都没有问题 那你现在再带下一代的时候 就发现不一样了 电脑时代来了 网络社会了 大人根本不知道小孩在玩什么 他在看电脑 你一过去一按就不见了 你在看什么 不知道 弄不清楚 所以我印象很深 因为他以前是我可以说最好的朋友 所谓最好是因为我没什么朋友 对不对 我们在那边根本没什么朋友 有人愿意接纳你啊 你就很开心了 所以呢 像这个就是人跟人相处啊 我们说你跟别人相处的愉快 我们也才说过异卦 没有人来帮助你 就会有人来打击你 所以为什么要广结善缘 但这又不是说当相怨啊 你说相怨 在轮运里面有一句话 子贡请教老师 他说全乡人都喜欢你 这样好不好 对不对 你住在一个乡村嘛 古代人是安土种籤啊 大部分都是这个在家乡住一辈子的 那么子贡很聪明的学生 他本来以为说全乡人都喜欢你 我不是很好吗 古代人说这样不见得好 那这个学生有时候心情啊 必须是年轻 子贡怎么说 那全乡人都讨厌你这样好不好 你看太极端了吧 前面问老师说全乡人都喜欢我 这样好不好 古代人说这样不见得好 那全乡人都讨厌我 这样怎么样了 你可以想象得到人家的学生有点赌气啊 古代人说这样当然不行啊 古代人说让全乡人好人喜欢你 坏人讨厌你 那接着你就要分了 谁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 代表什么 代表在古代社会啊 他自己就会分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不然你倒个乡下去 你就问说这个乡里面谁是好人 一定有人可以指出来 某某人是好人他常常做好事 这些他有一种慢慢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认识 说哪一个人会做好事 相反的谁是坏人 哎呦那谁是坏人 谁是坏人 专门赌博啊打架啊闹事啊 就变成大家都有这种风评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儒家 学儒家如果说只是一般的学说 叫你做好人 那没有儒家以前已经很多人做好人了 那你何必学儒家呢 那你学儒家之后你就要问 那我跟别人做好人有什么差别 这就是重点 否则孔子教了半天 任何一个乡村都有好人都有坏人嘛 那你这个学说有必要嘛 因为你没讲的时候社会已经这样子 好你的学说推广出来之后 一个乡里面还是有好人有坏人啊 并没有因为说你讲了学说之后 通通变好人了 那在这边第二段你可以怎么解释呢 说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 我的学说没有被了解 孔子可以这样找借口 但是真的了解你的话那么困难吗 或者说了解了之后去推行就会有效果吗 这都是问题嘛 是不是 所以儒家思想里面像这个就是我们提到 任何一个社会 不要说我们中国全世界都一样 人的社会基本上都差不多 这是为什么人跟人之间才可以沟通的缘故 要不然你移民到外面去就跟别人不能来往 不会的 所以我常常提到我在荷兰教书的时候呢 我对一个修电脑的一个年轻人才25岁 大学刚毕业不久 他在我们研究院里面负责修电脑 我对他都非常客气啊 后来就发现对人客气是有用的 这边讲的是很有道理 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 那个理是理由的理 其实不见得 理是对的 你有道理 别人不见得要理你啊 你有道理好 你理直气壮 你气那么甚谁理你 那你要把那个理改成礼貌的理就对了 你有礼貌走遍天下没有问题 所以我对这位电脑的济师对他非常客气 别人叫他修电脑都打电话去 你来帮我修电脑 说实在我们中国现在都很发达 都是这种笔记型的 我十年前在荷兰教书的时候 都还是很笨重的 这个是多少型的 那时候还用386的 后面大的音箱 很笨重的 常常出问题 那电脑的这个济师 他就随时他坐在办公室 等别人跟他说要修电脑 别人打个电话他也不能不去 有时候他就慢慢去 半个小时才到 走好慢啊 慢慢走 河南人生活很悠哉的 他们怎么做呢 我们平常讲你什么时候喝咖啡 工作中间喝咖啡休息一下 河南人倒过来 他是喝咖啡中间工作一下 从早到晚咖啡杯不离手的 我在那边 因为我在研究院 是事业各国都有学者在那边做研究 咖啡杯不离手 咖啡喝了休息一下 好吧 工作做一下 然后再喝咖啡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年轻人我去找他 我一向都亲自去 我从来不会跟他打电话 他说请你帮我修电脑 我就亲自去跟他说 有没有空啊 我电脑有问题啊 那他跑得快啊 没问题 跑得比我还快 然后跟我特别说 有任何事情知道 所以你对人客气有什么损失呢 对不对 在儒家里面讲 人跟人是平等的嘛 只是工作不一样 你千万不能用 我的工作是比较所谓的 职位高一点 待遇高一点 我就觉得自己怎么样 其实没那回事 你看人的生命很脆弱的 我们昨天也提到 在战争的几万人就不见了 我常常看历史故事 看到这些都觉得 哎 几万人还好身在现代 实在古代我们也是几万人之一啊 他这个一把火烧的 他管谁是谁啊 这是敌军来的时候呢 根本就是不管这些的 老弱妇孺 通通遭殃 你看犹太人你就知道 第二大战的时候 你看犹太人集中营 那里面很多都是医生 都是博士 都是那种律师啊 那没办法 谁知道你是犹太人呢 全部衣服通通脱光光 脱发通通剃光光 谁知道你有什么财富或者学问呢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个单纯的人 到最后放出来就是瘦的都是骨头 说到犹太人呢 我们就再多讲一段 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 当然很痛苦了 他们就问 我们这个两三千年的祖先怎么搞的 到底信什么上帝呢 为什么让我们遭到这种灾难呢 他们就自己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 开始开一个审判法庭 要审判上帝 看上帝是不是有罪 就把他们里面的律师跟法官 都结合起来分两派 一派作为这个起诉 控告上帝有罪 又让我们这些选民 我们是选民 特别选出来的受这种苦 另外一派呢 要替上帝辩护 从圣经里面找各种礼物 这样子开诉讼开了三天 三个晚上 因为他白天都要工作嘛 晚上才有点空 这边是原告 那边是替被告辩护的律师 两边讨论 讨论三个晚上之后 法官团 也有好几个都是法官 他们的判决 就是根据三天的讨论 我们必须判决上帝有罪 判决完毕之后怎么办呢 然后说好吧 我们来祷告吧 多悲惨 因为犹太人他是信仰的民族 你把信仰拿掉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就跟吉普赛人一样流浪天涯了 所以他们虽然判上帝有罪 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帝有罪 但是他还是说我们来祷告吧 因为如果连上帝都被剥夺的话呢 他们就输得光光了 所以第二次大战之后呢 很多犹太人放弃信仰 为什么 他一个人逃出来回来发现他的家人 全部都被迫害了 全部都死了 所以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想说我现在只有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所有亲戚啊 全部都死了 你叫我怎么信上帝呢 所以很多人放弃信仰 就只有一个人 他后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他是犹太人 他起来呼吁 他说如果我们因为受苦而放弃信仰的话 等于是让希特勒彻底胜利 彻底摧毁我们犹太人 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继续信仰 让希特勒这些人跟他的党羽们发现 他只能破坏我们的生命 不能破坏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至少还可以说剩了一半 没有说全输掉 这观念很重要 在西方引起很大的作用 各位还记得 912事件 912事件两栋大楼 在四人前面塌下来之后 那时候纽约州州长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呢 他就很懂得犹太人这一套 他就站在废域上说 我们继续上班 不要让恐怖分子得逞 不要以为他会摧毁我们的信心 虽然有这么大的灾难 多少人厘难 一下就死了三四千人 但是我们纽约市民要继续上班 好像没事一样 这样就让恐怖分子吓一跳 因为恐怖分子就要让你害怕 让你美国统统崩溃 朱利安尼这个话说出来之后 全美国引起很大的回响 他那时候的民调高到可以选总统 就是掌握到人性的这种非常深刻的一面 就是你可以打败我 但你不能让我失去信心 就是你不能改变我的生活 我还是继续生活 不把你的这种威胁恐吓当一回事 你就赢了 所以我很早就学到王尔德的一句话 在英国的作家里面的 王尔德是很特别的一位 王尔德又说了 如果你有敌人的话 你要记得 活着快乐就是最好的报复 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看了 到现在还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活着快乐就是最好的报复 你要报复一个人的时候呢 比如你有敌人对付你 你不要对付他 你对付他的话 跟他等于打成一团半斤八两了 到最后两败俱伤 如果你有敌人 你要记得活着快乐就是最好的报复 我根本不把敌人当一回事 我继续活着快乐 让敌人很惊讶 让敌人很伤脑筋 说怎么搞的 我打不死这个人 他还那么快乐 越打他越快乐 敌人就觉得很迷惑了 他就想恐怕是他错了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说 你说如果敌人整理你怎么可能快乐呢 那没办法 这是一种修炼 有各种方法 在西方哲学 希腊时代有一派 他怎么做呢 他说即使我被绑在木架上被拷打 我照样快乐 别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在想象被打的不是我 这个 我们这边有阿Q 有点像这种心情 就说你们打吧 反正打的不是我 痛不痛 不痛 不是我的身体 那这种很厉害的一种 念头的转移一样 说实在我们有时候看到 别人被施以酷刑的时候 就心里想说糟糕 他的手被砍断就没有手了 但是你如果说你念过庄子 你就知道 庄子里面有几个人 他把他的手掉了 跟掉一块泥土一样 这手将来迟早要变成泥土 现在先砍掉了没事了 我的脚被砍掉了 还记得月行吗 易月 易就是割鼻子 易月就是砍脚 那个被砍脚的人 常常很开心 他认为掉一只脚 跟掉一块泥土一样 等于是我的脚离开 我先是土归土了 我现在身体都会土归土 只是脚先归去 是这样的人 他完全没有悲伤 也不像我们所想的 这个人残障了 或是这个人如何 完全没有 所以你不要小看 我们倒下的智慧 其实人的智慧都差不多 因为人的生命结构 跟他思考的模式都类似 所以像西方也有很高深的智慧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才有 他们有他们的另外一套 而那一套有些基本条件 尤其是像信仰 你要了解西方文化 你不能不看他们的信仰像圣经 如果你没有读过他们圣经的话 很多文学作品 你根本不知道在写什么 怎么忽然出现这个比喻 忽然出现这个象征 外国人都看得懂 你看不懂 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看过像 魔戒或是哈利波特 你看哈利波特 你看魔戒的时候 里面很多象征 都是从圣经里面 从希腊悲剧里面出来的 我们这边看的时候很热闹 这个是会飞 这个有各种三个头的狗 这些 在人家这个背景里面 都觉得很亲切 那我们看的时候是很热闹 不知道是他在演什么 魔戒里面也是一样 各种象征非常丰富 就跟你这个圣经有关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 这个可以读读 不见得要信仰 信仰宗教没那么简单 不是说你读圣经就信了 没那么简单 那读的时候 你至少可以知道 原来他们在读的是这个 每天念的 每周都要去念的 就变成他们生命的一种 最基础的力量 为什么我们要读国学 我们生下来并没有什么属于我们的圣经 也不见得有机会信仰宗教 所以我们今天去念国学像儒家道家的经典的时候 就把它当作我生命的最基础的力量 他经过两千多年的检验 有孔孟老庄这么样的伟大的先贤 这么聪明的人 他们作为这个作者 把这些资料传下来 我们为什么要错过呢 有一次有朋友跟我说 他平常不信教 那做噩梦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做噩梦 有时候梦到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 这个动弹不得 我以前也有这种梦 他说他每次做噩梦的时候 下醒就赶快念上帝啊 上帝啊 念上帝 有人下醒就念奥弥陀佛这些 这都很自然的 那后来有一个人问我说 那我们应该念什么 如果你不信上帝也不信佛教的话 我说你就念这个论语嘛 对不对 为什么念论语呢 比如说论语太多了 你自己要选几句你喜欢的 比如我们讲 像学而是一知不亦悦乎 这好像讲日常生活里面 学习的这种经验 比较没有深刻的这种含义 那你可以念别的嘛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像这有一些话 比较具有这种生活的启示 你把它背熟 为什么它具有一种辟邪作用呢 因为所谓的语言或是咒语 说出来之后呢 它会产生一种力量 是因为它被赋予某种神圣的一种外貌 外表 中国这种经典都是2000多年 在这个土地上 几亿人几十亿人念过的 换句话说这些声音 当你念这个三人情必有我食焉 你念的时候呢 几千亿的心灵跟你呼应的 只是你没听到而已 我们的祖先都在周围 你只要一念这个道可道非常道 它就跟你接下去 所以你一念的话 你的生命就从有隔绝状态 变成一种可以沟通的生命就相通了 所以要有这样的信心 它是会有力量的 比如说你念梦子 我赡养无浩然之气 你想想看 你做噩梦的时候一念浩然之气 那些恶鬼就跑掉了 你念这个总比你念什么密宗来一句话 你听不懂 这什么意思 听不懂 听不懂 你听不懂那鬼也听不懂 是不是 当然我们这样讲 有点像开玩笑 对他们很不尊敬 请他们多原谅 但是说实在 你叫我念我念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跟我的生命没有关系 是外面有人给我一句咒语 或者叫我摆一个大手印 一个手势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 我根本不知道它的意义 那这个有什么 会有什么力量呢 力量一定要由心生出来 心中的魔只有心的力量 可以把它这个化解 所以这就是我的理论 让你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害怕 不会感到孤单 经典是很有力量的 各位要相信 宗教的经典跟传统的经典 或是哲学经典 它的力量不是你可以想象的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都会陷入困境 到时候恐怕是无依无靠 完全找不到帮忙 而这种经典是你平常熟悉的 口诵心为的 你就可以很快就念出来 念出来之后 它产生的力量是由内而发 我们不能够说一定要靠 某一种制度化的宗教 来给我们提供这种路 那要看机缘 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同仁 接着我们再看 接着是大有卦 大有怎么说呢 火天大有 富有的人不可以自满 一讲大有 后面就是有大者 就是富有的人不可以自满 所以接着是牵挂 牵挂没问题了 一三牵 富有又能谦虚一定会愉悦 所以接着是御卦 御卦是什么呢 御卦是雷地御 那代表御是预备 同时也是愉悦 愉悦一定会有人跟从 所以接着是水卦 水卦呢 折雷水 因喜悦而跟从人的 一定会有事故 事故来了 就好像你一个情况 好到最后呢 事故出现了 就是我随着别人的方式来做 做久了之后你活跃一点 叫做穷则变 变则通 你没有变通 往往我们会觉得 这个团体做得不错 然后这个团体现在刚刚开始组织 萧归朝随 你能随多久呢 你一直萧归朝随下去的话 汉朝后来也是很多问题嘛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够光是随 随之后就有谷 山峰谷 山下的气不通 就造成了一些什么问题了 叫做击毙重生 那么谷的话怎么办 就要改革了 谷就是事故 有事故然后可以创造大业 他这边讲创造大业 所以接着是灵挂 你如果没有改革的话 他不可能有新的局面嘛 其实人的社会啊 往往就是我们讲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也有它的道理 你这个一条路走久了 到最后就无路可走 那你换一条路走的话呢 恐怕就是新的局面 像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变化确实很大 尤其在这几年啊 尤其是去年 今年这个经济还没有出大问题之前 就是美国这种全球经济啊 没出大问题之前 哦这个是中国的发展 真是不得了 这三十年不是立刻的哦 前面十年其实没什么发展 这个七级啊到八级到九级 最后十年就很快了 新的局面出来 很多人根本就不记得 以前的烦恼跟痛苦了 比如说文革的痛苦 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 只是看别人讲而已 这里是文革后这一代嘛 现在还有八零九零后的这一代 所以很快的 你就不知道说以前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你有一个改革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古代表击毙忍无可忍 到一改新的局面 所以三十年唯一世 古代讲三十年唯一世 就世代交替 三十年就不一样的局面 那现在我们就要思考什么 再过一个三十年怎么办呢 再翻几番 说实在 经济上再翻几番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没那么容易翻的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就要在内在要翻几番的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所以现在这个时 这个阶段呢 把国学了解得多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现在学并不是说 碰到机会学一学 而应该像谁一样呢 像孔子说的 学如不及有孔失智 学习要好像赶不上一样 赶上了害怕失去呢 就好像我们赶车子 赶上火车就没事了 说到火车 在印度有一个人 他坐火车的时候 他坐火车最前面 别人问他说 你干嘛跑到第一节车厢呢 他说这样比较早到达 印度有很多故事 有时候你就觉得说 他们的民族 真的分四个阶级 普罗门 插地利 废舍 首陀罗 那个平民老百姓阶级很可怜 有个印度人好不容易发达了 要到英国去留学 因为印度以前被英国统治嘛 但是开车的时候呢 在印度是开右边 在英国是开左边 他说我要去英国了 我要先练习 在英国怎么开车 就在印度就开左边发生车祸 像这些故事啊 都是好像有点像笑话一样的 你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啊 他们的情况 很多人说印度是金砖四国之一 这些发展如何 我始终不敢那么乐观 因为我对印度的了解 知道印度教啊 在他们社会啊 所造成的这种严格的阶级区分啊 没有人敢去碰的 他分四个阶级啊 但他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四个阶级的人啊犯罪 犯同样的罪 处罚不一样 这是很公平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有两个人通通闯红灯 如果你是婆罗门 婆罗门代表僧女阶级 像释迦牟尼佛 他的父亲就是释迦牟尼 是武士 是一个加毙罗魏国的国王 在印度古代 国王不算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是僧侣啊 因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你是婆罗门 你才是最高的阶级 到处受到尊重 要什么有什么 别人对你好无办法 释迦牟尼是有实际的武力 但是你不是最高的阶级 好了 那如果说 你这个在路上违规闯红灯 你是婆罗门是吧 官三天 那你是守陀罗就是奴隶 根本不官 他知道你没受什么教育 你违规根本就是 官你也没用 你也不懂道理 因为他没有受好的教育 所以犯同样的罪 因为处罚不一样 这是法案是公平的 我们这边讲平等是 任何人在法律前一律平等 但是你忽略一点 一个人受到很好的教育 他违背法律 这更可恶 另外一个人从来没受过教育 是个文盲 他违背法律值得同情 我在比利时鲁文大学教过书 鲁文大学的朋友就告诉我一件事 他说在比利时鲁文大学 法律系的学生如果违规的话 校内校外一律开除 那法律系的学生就觉得很冤枉了 奇怪 校规应该是平等规定吧 那为什么我念法律系 这个在校外走路闯红灯 或是违规跟人家打架就开除呢 那个哲学系的就不用开除呢 因为哲学系的出来没什么职业 所以他不会有危害社会 那法律系的就有危害社会 我知法犯法 你看 台湾现在不就一样吗 就被法律人搞成这样子 知法犯法 你对他何不犯法 他懂得法律漏洞 所以外国这种 你不要以为外国都完全公平 鲁文大学就不公平 他就规定 本校法律系学生 违犯任何校规 校外的也一样 一律开除 只有一个惩罚就是开除 让你知道你学法律 你要注意 你要比别人更守法 因为你如果不守法 那对社会造成的灾难是可怕的 别的系列学生 他不太懂法律 法律很复杂的 他如果违规的话 就是一般人违规 教训一下 下次改过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说 怎么印度如此 比利时如此 落后的先进的 都这个不公平 所以我们这边讲到法律 有的时候不能够太一厢情愿 说这个天下人都按照一种法来定 其实很多人是很可怜的 饥寒起道心 他根本就活不下去 他违法去偷几个面包 那你怪他也是很冤枉的 所以我们谈到说 有关这个社会现象 我们有时候想到的就说 很多人违法 他其实是一种挑战性 比如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 整个中世纪 1400多年 如果选两个哲学家 他就是第一个奥古斯丁 第二谁呢 多玛斯 平常我们谈哲学的时候 中世纪比较少谈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希腊 然后直接跳到近代了 蒂卡尔以后 那中间1500多年怎么办 难道没有哲学家吗 也有啊 你不能说是黑暗时代 没那么简单的 所以奥古斯丁是天主教里面 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家 那么他年轻的时候 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所以后来有一本代表作 叫做《忏悔录》 写《忏悔录》最有名的两个人 第一个人叫做奥古斯丁 第二个人是谁呢 卢梭写《忏悔录》 奥古斯丁写《忏悔录》 他里面有一段他就提到 他说小时候呢 经过别人家的果园 看到别人家贴一个公告 不准偷彩水果 我就为了他这个公告 我就要偷彩水果 那真是劣根性很重 因为你说不准做 我就偏要做 所以年轻人那种反叛心理很明显 所以他这个可爱在什么地方 他年纪大了之后整个忏悔 把自己这一生为什么会做错 为什么会走坏走偏了 通通写下来 所以很感动人 就是他有一种真诚的心 我做错了好我改 又错了再改 那我就要问我自己 为什么老是错呢 到底我要追求什么呢 所以西方一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我的生命 不至于化为虚无 因为西方人对生命很敏感的话 等于是说每个人都知道 时间过得很快嘛 事者如师傅不舍昼夜 时间过去了年纪越来越大了 我们中国人是把它 落在家庭亲友的脉络里面 变成一个人际关系网络 所以比较不注意到说 这个时间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压力 我会想到说 反正我的祖先一路下来嘛 对不对 我传给我的子孙一路下去嘛 就比较忽略到 我个人的生命怎么安顿 西方不是 西方从很早开始就认为说 信仰是你个人面对 一个无上的神明 所以你就要问自己说 我这个生命怎么样才不会陷落 变成虚无 那答案只有一个 你要找到生命最后的一个支撑的力量 所以他说我的心除非安息在神的手中 否则永远在追求 这个观念就影响到 后来到哥德写福士德的时候也是一样 福士德跟魔鬼交换灵魂 为什么 他要寻找我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安顿 西方有这样一种所谓生命的悲剧意识 感觉到生命的最后结束呢 是一个虚幻的 那他就问 那这样我活着做什么呢 你要一个聪明的人啊 活着重复而乏味 他受不了的 他一定要问说我活着很积极 但你要告诉我 这个活着最后还是有一个死亡不是结束 如果死亡是结束的话 很多人根本就活不下去了 很多人活着就相信说死亡不是结束 他在死亡之后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的生命 那中国人是把死亡之后子女子孙 当作我们生命的延续 这样他对永恒才有个交代 那么那你说卢梭 卢梭也写《忏悲录》 他的《忏悲录》当然是比他跟你们接近了 因为他年代接近 他是十八世纪的人 那么卢梭他就基本上写《忏悲录》 使得康德这个哲学家 有一天下午就望着去散步 康德这个西方可以说是 近代以来最大的哲学家康德 他的书房里面就只挂一张照片 卢梭 卢梭跟他同时代比他早十二岁 并不是古代的人 但是他对卢梭特别的欣赏 康德有个习惯 你现在到波兰 康德的故居不在德国 我曾经到德国去过 特别去找康德的故居 就别人跟我说 早就画在波兰的这个国界里面了 所以就没有去看城 他在科尼斯堡 所以康德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 科尼斯堡 他的绰号叫做住在科尼斯堡的华人 中国人 他为什么被称作住在科尼斯堡的中国人呢 因为康德的思想跟西方传统不一样 他认为西方传统是以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 而康德认为不对 宗教不是道德的基础 道德的基础应该在于自己理性 因为我有理性嘛 所以我的理性可以告诉我什么该做 就是说你把道德的基础从宗教拿出来 放在人的理性上 举个例子来说 你应该做什么 如果以宗教作基础的话呢 是上帝说什么 你就应该做什么 这就是以宗教作基础 叫实戒嘛 到康德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他说不用上帝跟我说 我理性告诉我该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很像儒家 比如说你学儒家的时候 我很真诚 我的心告诉我该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所以他的错号变成是 克里斯堡的中国人 代表西方人也知道 中国人怎么说 是儒家的思想 儒家思想有什么特色 简单说起来 在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的时候 四百多年前 到了中国在明朝的时代 他们到中国之后就写一封信 包括罗马教邦 信上面有这么一段 说我们到了中国 中国的很多念书人 并没有信仰我们的上帝 但是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水平 就这句话 他们就要研究 为什么你不信上帝会有道德呢 因为西方人认为 不信上帝就不会有道德 为什么 因为上帝无所不在 上帝无所不知 我信上帝所以我做好人 因为上帝看到了 将来死后还有审判 那我不信上帝的话 就谁怕谁啊 反正我不信上帝 那我做好事干嘛 做坏事无所谓 只要给我机会 所以西方人就认为说 我们都是信上帝所以做好人 但中国念书人呢 不信上帝也做好人 这就是对儒家的了解 不信上帝也做好人 我们学儒家之后 不一定要信什么上帝 信什么神佛 这样做好人 为什么 因为真产 由内在引发力量 所以这就是不同文化 你对照的时候 就可以更了解自己的特色 所以康德呢 每天下午三点半一定出门散步 康德没有结婚喔 活了八十岁 所以生活很有规律 他的仆人呢 就每天下午三点半等着 就是给他拿一把伞 跟他后面走 康德就在前面散步 三点半 他出去散步的时候呢 全程人都对表 哎呀一定三点半 如果不是三点半的话表错了 表坏了 一直到有一天他没有出来散步 大家想说他是不是出事了 原来他收到卢梭的艾米尔 艾米尔 艾米尔是讲教育小孩子的一本书 康德就问 一个人不信上帝怎么可能谈爱呢 因为卢梭宣布他不要信上帝了 康德想一个人不信上帝怎么可能谈爱呢 他很好奇啊 就看了忘记出来散步 这些都是哲学家的小故事了 这一部分是十一卦到第二十卦 后面提到古是世故 创造大业 然后是灵卦 灵是盛大的意思 我们也知道什么是灵卦 地则灵 底下两个羊瑶往上走 那么似乎盛大才有可观之处 所以接着是观卦 就是风力观 这一部分是灵卦 一部分是灵卦 的那些是灵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